哈嘍,大家好,我是劍盛 那從這個畫面可以看得出來 我現在要拍的是皇室戰爭 皇室戰爭最近其實在廣告上面打的其實還蠻大的 我最近看電視都看到皇室戰爭的廣告 不過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好像廣告的效果沒有這麼好 就是會讓人家覺得說看起來就哦 就哦 雖然說畫面呈現還不錯啦 可是就感覺不會讓人家想要去玩 就是會讓人家知道這個遊戲 但是不會想要去玩的一種感覺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好,那其實我也不知道拍皇室戰爭要做什麼 就是其實距離上一次拍皇室戰爭已經非常久一段時間 好像也有兩個月了吧 那會一直沒有去拍就是因為其實看的比較少啦 那另外一點就是就玩皇室戰爭的時間呢也沒有特別的長 那我最近呢 也是我們偶爾一天大概打到寶箱是滿的 然後就沒有再玩了 平均大概都是這樣子 那我現在先捐個冰 然後等一下分享一下我在皇室戰爭的一些心得吧 然後捐個冰 嘿,那我現在這台部落還是這一個 我一直都在這個部落 反正能捐兵就好了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牌組是什麼 我的牌組目前也是這樣子 跟之前的是一樣的 從兩個月之前抽到的公主用到現在還是一級都沒有再抽過 然後火球呢我是把它升到八級 其實火球我自己覺得是相當相當的好用 如果對手是出三個火槍手 那你這一場幾乎就贏定了 因為你只要拿火球去炸對方三個火槍手 就直接四費去解掉九費超賺 如果炸不死再配個閃電這樣也是很賺 那騎士呢 其實騎士我覺得見仁見智 有些人不喜歡用 那有些人是用礦工或是女武神 我覺得都可以 那我自己是比較窮比較可憐 我就用騎士 那骷髏守衛呢 就是拿來守電磁砲啊 或是守王子的衝鋒 還有守一些單體很強的皮卡啊等等的 都蠻好用的 那骷髏守衛是三級 骷髏守衛我自己覺得是很強 但是他比較詭異的缺點就是 他的花費呢是要三勝水 那三勝水的話其實 還蠻高的 你可以看 骷髏就只要一勝水 那哥布林就要二勝水 那我會不選擇用哥布林跟骷髏 還有這個 欸 哥布林同胞手的原因就是因為 如果你今天出出來 對方是有小閃電的 那一電下去 你這三個兵都沒了 那其實這樣就很虧啊 那我如果有骷髏守衛 電下去 沒事 對不對 這樣賺 所以我就選擇還是帶骷髏守衛 那上面這個牌組呢 右邊第一個是萬劍齊法 就是劍雨 劍雨是拿來丟公主 那很好用 我自己選很好用 而且有些還是會有人帶蒼蠅海 像我現在在A9 也是會有人帶蒼蠅海 那 小閃電 萬能 小閃電真的非常好用 不管是進攻還是手架都很好用 超好用的 拿來點哥布林啊 或是哥布林飛桶 賺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核心喔 皇家巨人 皇家巨人一直都是一張還蠻狗的牌 不能不得不輸 他真的很狗 超強的 尤其是在爆了一塔之後呢 直接從一塔對方的家裡面直接放出來 可以直接打到二塔 這個真的很強 誇張 那皇家巨人怕的就是地獄塔囉 如果對手有地獄塔配小閃電的話呢 你皇家巨人基本上就是打不進去 就是需要一點技巧啦 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就是 也算就是防禦的東西 為了避免說對手只爆流 因為野豬啊 或是也是皇家巨人來打我 就從地獄塔囉 那地獄塔其實效果很廣泛 對方出皮卡 石頭人 葫蘿巨人 反正就是血量超多的那一種 你就用地獄塔的手超轉 然後配合閃電 嗯 效果拔取 那我以上是我這次的牌組 跟之前的都幾乎是 欸應該說是一模一樣啦 那平均花費的聖水是3.6 其實不高 好 那我剩下的牌組大概是這些 就是有的啦 有的 那我還有抽到這一個 狂暴的伐木工 前幾天那個 被隔壁那一位 同伴抽到的 厲害 雖然說我當時有用他 不過我用的時候好像是 掉到2600分 我就沒有再用了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的 狂暴的伐木工 但是可能對我的牌組比較不適合 因為他 欸死掉的時候呢 貼劍塔死掉 那我的皇家巨人會吃不到 那這樣子 配皇家巨人效果就不是很好 而且他有4倍 3倍的話我可能會失憂 因為他攻擊力其實很高 攻擊力沒有傷害只是236 好 那其實我還有試著用巨人 不過效果不是很好 因為現在很流行 什麼巨人野豬流啊 巨人 氣球等等的 反正就很流行啦 那還有這個巨石投手 其實我一直很想要用這個巨石投手 超強的啊 之前看到一個4級的巨石投手 哇直接幫我碾爆 超誇張的 可是我等級太低了 1級不能用 1級在A9 史詩牌在A9呢 只有一級是稱不上的 至少要3級啊 那SN5呢 之前改版之後 我有看到一陣子 就是有變強啦 有看到一陣子 那現在還是沒看到 好皮卡 皮卡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張 OK 那牌子大概是這樣 那其實有些人會用採集器 那我自己是沒有用啦 嗯 因為只有6級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的牌子 跟之前的一模一樣 沒有變 有人要牌再給一下 大家如果要記得喔 如果有人要牌 你就給他一次加50塊 就是給你自己沒有用到的牌 沒關係 你去買 拿到的錢呢 去買自己想要的 這更棒 好那我們 就來看一下影片吧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現在在A9 以前是A8啦 現在多了一個 就是變A9了 那我的穿起獎盃就188 玩的次數比較少啦 所以平均都繞在3000杯左右 那獲勝場自己就900多場而已 那最常用的牌 就是皇家巨人啦 一定要的 畢竟這是核心牌嘛 那我最高獎盃就到3000而已 就很難上去了 上去都妖魔鬼怪 都是抬戰 沒辦法 好 10級 現在是10級 那我先簡單跟各位介紹說 如果你們今天想要上A9 我自己的心得啦 就不要覺得說這是什麼攻略 要不然大家又被按Dislike 我自己的心得是說 如果你今天想要上A9 那我建議你等目前 今天是8月16號 2016年8月16 欸16號嗎 不不不 拍的時間應該是20幾號了 反正現在大概是2016年的8月中 你如果想要上到A9 傳奇的經濟場 那我會建議說 那個 我邊放影片邊講好了啦 要不然會太無聊 反正這一個影片呢 就讓健身撈撈一下 先分享一個戰敗的好了 我們就邊看邊囉嗦 要不然畫面很尷尬 好 那我就來講了 其實我自己覺得說 如果你們今天想要上到 傳奇經濟場呢 那至少的等級 就是在目前來說 至少你要的 國王的等級 不是卡牌喔 是國王等級 要9級以上 那9級以上呢 配合一定的卡牌等級 像對手 你可以看到這個對手 他的皇家巨人是11級 如果你今天說皇家巨人的話呢 我建議說等級9級 那你配合一定的技術 或是運氣 其實上來傳奇是 戳戳有餘的 還蠻輕鬆 那麼 喂 剛才說 因為皇家巨人是基本牌嘛 就是最高可以升到13級 那你如果要升到傳奇的話呢 大概9級其實就夠了 那你如果想要上更高 大概可以升到10級 或是對手11級 那接下來就是 講西遊卡 那西遊卡的話呢 像劍聖的牌牌西遊卡就是火球 火球跟地獄塔 那我自己覺得火球很好用啦 因為火球如果等級升高的話 對手的火槍手啊 或是法師啊 或是採集器 我就一次炸掉 尤其是火槍手 那一過來我就直接炸掉 這樣就很鑽 那所以我就先 當初是先把火球升到8級 OK 然後接下來就是史詩卡啦 那我建設我的牌組 史詩卡就只有用骷髏 那我剛才有講到 史詩卡在傳奇競技場 有3級 這樣會比較好上 然後王的等級這樣9級 那劍聖 現在是10級的王 其實10級的王 我自己感覺到的差別 是差蠻多的 那我自己10級呢 10級差在哪裡呢 劍塔王的啊 攻擊力都提高蠻多 一看一下 傷害啊 劍塔的傷害 國王塔呢 國王塔不看啊 國王塔 主要是看劍塔 護衛塔 射程7.5啊 不變 傷害99 那其實差蠻多的 因為對方如果出小蒼蠅 大家要知道小蒼蠅是3隻 那3隻的話呢 你如果 欸不放閃電 然後對方如果是9級的話呢 你也是9級的國王塔 9級的劍塔 要射3下蒼蠅才會死掉 那如果今天是10級 那你射2下蒼蠅就掛掉了 所以這就可以看到出來差別吧 如果對手劍的陣型是持續消耗的 放那種 持續消耗的給大家看一下有什麼 像這個 烈焰熔爐最近很夯的牌 如果對方的烈焰熔爐呢 是89級的 那一次出來的精靈呢 就是等級9等級10 甚至等級11 他會持續一直炸你的塔 你的劍塔沒有辦法 直接把他打掉 你會一直不斷的被扣血 那如果你今天王等級很高的話呢 就可以直接避免掉 他持續消耗你的塔的血量 這個差超多的啊 所以王等級差非常多 而且升級那個血量一次加超多 等級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現在在10級 所以在傳奇其實 有刃有餘啦 還蠻輕鬆的 不會像以前就9級很難打 那目前大概是這樣子啦 就是我自己 大概先講這樣子吧 我們就來看幾個 我勝利的影片吧 那也可以看出來我勝利的大概就這些 基本上都是在勝利啦 嗯 怎麼都沒有輸 呵呵 那現在從第二開始看吧 這次拍久一點吧 反正 按錯了 按錯了 按到分享 重播重播 我這個第一場還記得 我是10級 那對手是9級 那我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想說 我等級比較高一點 那我應該很好打 就不是欸 哇靠 對手是9級 那他排出等級全部比我高 你看他哥布林是10級的 基本排10級 這還好 先出那個公主去解一下 OK沒問題 他就放一個傳說法師 兵法 兵法2級 傳奇牌 還好啊 2級 算起來蠻正常 他之後出一個 哇騎士 11級的騎士 我就有點嚇到 我很少看到11級的騎士 通常都是11級的皇家巨人 或是11級的其他東西 通常都是皇家巨人 那真的是第一次看到11級的騎士 那真的還蠻誇張的 然後出一個14排3級的 所以說他的牌數其實等級並不低 那我這邊 他打過來我成功守住 所以他的血量並不多 那我的9級騎士走過去 他放兵法來守 兵法其實真的蠻萬用的 其實很多人都說什麼公主 比兵法好用 其實我自己還蠻 比起公主 我更喜歡兵法 因為兵法還守家進攻都非常好用 那公主的話 這是被鑑魚打下去就沒了 好我這時候放皇家巨人 10級的皇家巨人 然後他用野豬跟我交換 然後那他這時候放了第一波的野蠻人 那火球炸 那10級跟9級的野蠻人呢 我只有8級的火球炸不掉的 不過劍塔射一下是可以射掉啦 所以不會對我的塔造成任何的損傷 這時候就可以體現出來火球的重要性 如果我已經有火球是9級 他野蠻人就掰掰了 那我進攻呢就會更進一步 更好打 好這時候在等聖水喔 好他放了兵法出來 大家要記住喔 聖水的話呢 現在是沒有辦法 偷偷的存啦 聖水有偷改了一下 就是那個採集的條件 以前可以存 那現在不能存 然後放了蒼蠻海 有沒有看到蒼蠻海 11level的蒼蠻海 地獄塔拿來守 超鑽 地獄塔 其實用地獄塔去守野豬 這是一個不明智的選擇啦 但是為了防止對方去直接爆本 那為什麼 我這邊是直接下閃電跟火球去截掉 你看這樣我皇家巨人血就還有1% 就可以對塔造成蠻多傷害 然後他一波攻勢打過來 那我就守右邊 右邊血剩下八百滴 所以就先守右邊 然後左邊這邊呢 放一個小小的騎士去守 然後對手再用 王子衝鋒 然後用火球炸掉 成功守住 那打起來還蠻吃力的 因為牌等級比我高啊 我可以綁公主閒勝 OK這打得很驚險 要不然就要打平手了 OK這是第一個 好我剛才有提到說 用地獄塔去守王子 其實 這個是跟部落成員打 這個不要看 喔難怪我贏這麼多 都跟部落成員打打 難怪 這個也是嗎 好來看這個好了 這個記得好像亂玩吧 好那我剛才有提到說 地獄塔跟野豬啦 為什麼用地獄塔守野豬不明智呢 因為地獄塔的聖水需要5聖水 要5點喔 那野豬只要4點 那你每一次都用5點去守4點的話 那你守個3次你就輸了3點勝水 很虧啊 那如果對方有小閃電 或是配合一些小部隊來打你 那你的地獄塔直接被打掉 對方野豬還活著的話 這就更虧啦 好對方放採集器 我就直接拿火球丟他 我還蠻喜歡這樣做的 但是這樣其實很冒險 因為對方如果有3個火槍的時候 或是一堆黃毛 這很危險的 好對方皮卡 因為我地獄塔 所以沒關係 然後對方放3個火槍的時候 這時候我就有點GG 我就先放個小閃電 配劍魚 損一點血呢 再放個 應該是骷髏守衛吧 沒錯 放骷髏守衛 就成功化解掉 然後對方放9級哥布林 9級哥布林的話 我記得我的小閃電是可以直接電掉的 其實你剛開始在打的時候呢 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去看對方的牌有什麼 有哪些是剋你的 有哪些是被剋的 那大概這樣子 你就會很容易慢慢的打上來了 像 我這樣子 亂過一遍 我大概就知道他有什麼牌 他火槍守 那我就把我的火球 那去留給他火槍守 那我對方有牛武神 我就留給 我用騎士去截 那對方我的皮卡呢 我就用地獄塔去截 然後小骷髏 我就用小閃電 然後這時候 我就把環大紀元放在右邊 其實比較少 那這時候我知道他會野蠻人 那我就用 火球去砸 因為他應該暫時才不敢用火槍守 因為我劍雨跟雷電 所以其實熟 他可能6級的火槍守 還蠻好熟的 然後他又放了一個2級皮卡 這應該 我那時候在打他的時候 我想說 這應該不是他原本的牌 可以看得出來他10級 那他的牌等級很低 所以這應該不是他原本的牌 那個哥布林 然後用雷電直接電掉 好現在加速呢 他就放了火槍守 然後就直接守住囉 現在很好守 火槍守等級太低了 然後一波進攻 我想要用閃電配合火球 欸對閃電配合火球吧 喔是公主 喔對公主配合火球 也可以直接把哥布林 欸不是哥布林 黃毛秒掉 只是這樣要多耗一盛水啦 好對方放了火槍守 來來來努力的手 這樣就很輕鬆就贏了 我再扔個火球他就爆炸啦 那我放了一個祝你好運 因為他一開始嗆我 我很討厭這種人啊 這是第二個 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個吧 因為這個其實沒什麼挑戰性 最後一個的話呢 嗯這個是四傳說 我也很常遇到這種四傳說的 超級劍 欸看這個 這個對方是九級 但他有四傳說 應該是台戰吧 其實公主還蠻怕礦工的 但是如果對方礦工呢 放的不好 跑來打我的國王 那我就很賺啦 好放回家聚人 那之後就有點危險 因為他的小 他電磁砲呢 是會拖非常久的時間 然後他可以存部隊 先放一個閃電去電掉 電磁砲的充能 然後多耗一點血啊 能耗多少是要多少 放個地獄塔吧 對放地獄塔去電一下女武神 然後OK野豬 喔 還會打掉 放個骷髏守衛去守電磁砲 然後順便去 你看看這時候就體現出來 骷髏守衛了 他拿閃電電 不會死 怎麼樣 繼續戳你 這樣我們就一波換下來 就還蠻賺的 OK現在存剩水 電磁砲真的還蠻危險的啦 用的好就真的是 應該說實際用的不錯 那真的是毀天滅地啊 你想要逆轉 好這時候直接把他爆掉 爆掉就很輕鬆的 因為皇大巨人先爆一座塔 然後第二座塔就戳戳猶豫啦 因為可以直接放出來打 好這時候放了一點失誤 他電子放往右邊走 燈散走啦 那我就不害怕啦 OK他放火精靈先電一下你 來吧 棒棒 其實火精靈很刻骷髏守衛喔 超刻的 因為可以直接把骷髏守衛炸死 那我這邊運氣比較好啦 骷髏守衛並沒有一次被炸死 然後他要直接用野豬 抱我左邊的塔 那我也沒拍手啦 只能用公主放出來 然後差一點就爆掉了 然後他很聰明 用公主帶塔 厲害 這個很聰明 然後但是因為我皇家巨人 直接放出來 躺躺 他電子炮 好 你看這個三個角 就直接用火球炸中間 一次炸三個 配合閃電 把電子炮的充能打掉 那比較可惜的是 兵法沒有打掉啦 這邊就有點可惜 然後這時候充 欸 滲水滿了 先放一個騎士 然後他放了那個伐木工 OK 骷髏守衛馬上被打掉了 然後他放 欸 伐木工人 直接死掉 就變狂暴效果 還好成功守住 還蠻驚險的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放我的 對 沒錯 皇家巨人 還有電子炮啦 死性不改 所以他要做第一件事情 應該是先放兵法 守一下啦 好啦 那我就這樣就 勝券在握啦 OK 打的 還行 手機很lag 有點燙 應該是還可以再錄最後一個啦 其實這樣看起來 感覺說好像都在虐菜 嗯 不行 那來看一個 感覺牌組比較強的吧 戰敗 這個就是輸的 還有平局 嗯 不知道紀錄最長是可以看到哪時候 十一級 十幾 十幾 好 來看這個吧 這個排除等級也看出來比我高 十一級的皇家巨人 十級的 插陰海 十一級的 反正等級都比我高啦 你看這個 哎呦 好累格喔 感覺出來手機在爆炸 那這個一樣跟我們就比較平等了 是十幾 好 先放公主 那公主一定要提早把他解掉 就萬劍啟發一次解掉 然後他馬上放了 十一級了 哇 這個真的超討厭的 十一級的話呢 我如果慢放地獄塔的話 我就要配合小閃電才可以打掉 那這邊要再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皇家巨人攻擊範圍呢 是比地獄塔還要大的 所以你地獄塔如果是先放的話 那你可能有可能是 打不到對方的皇家巨人的 好 對方出 然後 礦工配蒼蠅海 好像以前還蠻 標準的一套進攻 那我用火球直接把他打掉啦 那牌族其實很聰明 他用公主跟小蒼蠅還有蒼蠅海 就是要騙所有對方的 劍與萬劍啟發 然後用萬劍啟發再把對方的公主打掉 進入我能射幾下是不是幾下 好他放小哥布林 就是小閃電 墊下去 可以看到11屆小閃電打不掉 好這個要放礦工 那這時候的骷髏守衛就放的很即時 所以他礦工去打我的骷髏守衛 好他又再放一次骷髏海 我不懂他為什麼這次要放骷髏海 不是骷髏海 蒼蠅海 不太懂 那我也是直接截掉 這樣他就會虧一剩水 然後他又放皇家巨人 這是他的皇家巨人 放的稍微後面一點 好他放小蒼蠅 這個就很標準的一套打法 就是讓地獄塔比較慢燒 那我知道這樣子 我的地獄塔可能沒辦法把他的皇家巨人打掉 所以我就配合萬劍啟發 先把小蒼蠅給弄掉 那這邊呢就是配合小閃電 直接把公主打處理掉 然後配我的皇家巨人 好這邊可能要下火球 下火球 火球真的很萬能 解蒼蠅又解野蠻人 好你看這個又是一次進攻 再解一下 其實如果這次對手的牌組呢 有小閃電 我就不會贏了 還會輸掉 連平手都不可能 那比較慶幸的就是他沒有帶小閃電啦 然後他又再放礦工出來 那礦工的傷害比較低 所以要先防禦的呢 是要先防一下蒼蠅 然後這邊火球直接把野蠻人炸掉 所以我可以看得出來我的 皇家巨人血量非常多 然後他又放公主 我萬劍啟發 再丟你兩下 好蒼蠅海 剛好直接爆掉 打得不錯啦 運氣還蠻好的 因為對手沒有小閃電 好啦那就分享這集給大家看 呵呵 大概是這樣子啦 我目前在A9傳奇完成 完成這樣的一個 好啦大概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該講什麼 好啦好啦 下一次分享也不知道是哪時候了 我們再慢慢的期待吧 下次見囉各位 掰掰 影片到這次幫忙 請訂閱 看見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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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